书房到主卧整个是穿透的 平均地权条例让房市乌云密布 从去年第四季新案月销量来看 有57%新案销售低于10% 也就是说有近六成的新案 一个月100户竟然卖不到10户 其中又以中大型社区6.4%最差 不只中大型社区销量惨淡 去年200万俱乐部豪宅也萎靡不振 大坎超过43% 以评数来看去年平均每平225.9万 更比2021年下降2.5% 乌云战争的爆发 让民众还有投资市场 联想到台海问题的冲突 桃材市场目前就剩下自用课程 长线市场课程也消失了 今年房市三二九党 只能用四个自来形容 就是清汤挂面 吃起来平淡无奇 索然无味 建商面领最大困难 就是新建成本大幅度上涨 这大幅度上涨 包括几方面 包括盐物料的上涨 房市景气不明 专家点出三二九党期 成为指标关键 包含爱山林 海岳 创意家等六大代销 总推案恐怕会比去年同期 缩水一到两成 小丽书 林书强的副辞 台北报导